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 资深名字杨月娥去年9月在脸书 本文自曝17岁女儿罹患血炎 全家人陪同女儿积极对抗癌魔 在治疗过程中杨月娥女儿在病房中认识一名爱友 来自蒙古的14岁女孩胡兰Clan 但胡兰日前不幸病逝 今早化成灰 她的亲人赶来台湾处理后事 遗憾没能拍下最后一张全家福 杨月娥长範文分享女儿抗癌历程 她说女儿结识之身从蒙古来台治疗的女孩胡兰 两人年龄相仿 很快成为朋友 常帮彼此打气 日前胡兰突然病情告急 杨月娥也号召粉丝帮忙集气 但遗憾的是 最后胡兰人不幸离世 后来胡兰的父母来到台湾处理后事 这么远的距离 花了这么多医疗费 满一个机会 尽管希望渺茫 父母还是坚持到最后 忽兰离世 父母看到她安详的脸后 放下一切担忧和悲伤 杨月娥感叹蒙古人对生命转念的豁达 但遗憾的是一家六口没拍过全家福照 小妹妹才出生 妈妈还在恢复中 就要送走14年疼爱的女儿 我想到就痛 痛到心碎 杨月娥为女儿还有忽兰离世 感到心痛 翻设字脸书